来自非洲的表演团体在台上演出 这是一年一度的非洲文化商品服务展 南非办事处也特别邀请慈激基金会设摊 向贵宾讲解赈灾的物资与装备 摊位上摆满了慈悲科技的商品 和非洲带回来的志工故事 它造成了很多灾害 我们刚好在那边做了一些赈灾 还有一整的活动 有必要让我们十方大德了解 我们在非洲做了些什么事情 慈善团体到那边去跟这些非洲的难民 或是非洲的这些国家结缘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慈善工作 认识到台湾的我们的台湾人的爱心 然后把台湾这种友好的形象 这种友谊能够传播到这些非洲国家去 有爱的善举还有这群来自台湾的大学生 有老师带队自费到非洲当国际志工 把在当地制作的物品带回来 贩售商品的金额隔年再回馈给他们 在我这个志工队的话 主要是他们要有自己能够会的 然后才能够教别人 台湾人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认为 小小的技能的话 在当地的话都会引起改变他们的生活 去完之后真的会变得比较稀实 跟稀物跟稀人 不管是慈祭或是私人自发性的活动 这个文化商品展不仅可以认识非洲的文化风情 也可以看到台湾真善美的动人善行 大爱新闻邓应中台北报导